一年减少42.73万人 东北三省全面放开人口生育能解决人口负增长吗? 请点赞、订阅并转发、谢谢 一年减少42.73万人 东北三省全面放开人口生育能解决人口负增长吗?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 从计划生育到单独二孩再到全面二孩 生育政策也在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变化而不断调整 国家卫生健康委官网近日发布对全国人大代表建议的答复称 东北地区可以立足本地实际进行探索 提出实施全面生育政策的试点方案 消息一出 引发舆论关注 东北地区人口的持续下降 为当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敲响了警钟 2020年全国两会 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常务副省长陈向群 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 恳请率先在东北地区 全面放开人口生育政策 国家卫健委表示 曾委托辽宁大学 吉林大学等研究机构做过研究 并多次赴当地开展专题调研 东北地区为何想要率先探索全面放开人口生育政策限制 育儿成本高 如何解决 总台央广记者专访了 辽宁大学和吉林大学参与上述研究的相关专家 一年减少42.73万人 东三省人口全部负增长 东北地区为何要率先尝试全面放开生育政策 辽宁大学人口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宋利敏 给记者列了一组数据 宋利敏 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 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三省2019年年末常住人口分别减少7.6万人 13.33万人和21.8万人 合计减少42.73万人 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0.80千分号 -0.85千分号 -1.01千分号 虽然东北三省2020年的人口数据尚未公布 但大概率也是延续人口负增长态势 国家卫生健康委称 东北地区人口总量减少 折射出的是区域经济体制、产业结构、社会政策等综合性、系统性问题 比如 随着资源枯竭和国家产业升级转型 大批年轻劳动力无法在本地找到满意的工作 只能流向经济更好、工资更高的地区 专家 生育意愿一旦降下来 就很难再提高 上去宋利明表示 人口流失和出生率下降 是东北地区出现人口负增长的两个主要原因 而生育意愿一旦降下来 就很难提高 卫健委的答复也指出 东北边境地区的生育政策其实相对宽松 比如如黑龙江省规定夫妻双方均为边境地区居民的可生育三个孩子 但生育意愿不高 宋利明 东北他还有一些特色 比如说国有经济比重高 原来我们控制生育的政策执行的效果比较明显 这样我们过早地形成了一个 我把它叫做生育意愿刚性 就是说人的生育意愿一旦降下来 就很难再提高上去 我们现在生养孩子给家庭带来的收益 它也不断在弱化 但成本不断在提升 所以人的生育意愿一旦降下来就很难提高 那么 东北地区 全面放开生育限制的话 应该从哪些方面做好哪些准备 宋利明表示 首先就是要对生育意愿情况进行摸底调查 宋利明 有必要针对全域做一个生育意愿的调查 全面放开大家生育的可能性有多大 对未来人口发展有什么影响 第二个就是要做一下监测 就看这个效果怎么样 下一步我们再怎么做能够去改善 或者是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 提高生育率 只是东北地区的当务之急吗 提高生育率 并非只是东北地区的当务之急 2020年底 民政部部长李继衡撰文表示 目前 受多方影响 我国士林人口生育意愿偏低 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 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 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 2020年出生登记的新生儿 较2019年减少了175.5万人 降幅为14.9% 如何提高生育水平 已经迫在眉睫 吉林大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研究所所长王晓峰认为 在东北地区试点探索还不够 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加速全面放开生育政策限制 但他同时指出 生育政策作为人口政策的其中一部分 对于解决人口负增长问题 解决经济社会发展来说还远远不够 王晓峰 生育政策也仅仅是在他政策的有效范围内可以起作用 在他的政策范围以外 这个时候就是说如果解决我们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 我认为恐怕还不够 全面放开生育限制 我个人认为是非常有必要 而且是不是可以放开的可以快一点 范围可以更大 所以还需要生育政策 甚至人口政策以外的其他方面的一些政策这样综合来实施 国家卫生健康为指出 经济社会因素已成为影响生育的重要因素 特别是经济负担 婴幼儿照护和女性职业发展等方面 群众反应尤为突出 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大为减弱